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那我們排球少年呢 FindHive終於迎來一次大改版 那就是推出的UR球員呢是我們的黑尾鐵狼 那就來看一下改版改了些什麼大更新吧 我們就直接先看最重要的這個羈絆部分 那羈絆呢這個UR的黑尾直接跟大地綁羈絆 而且大地是有加成的 所以呢如果是還在客家用大地的呢 我覺得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有牛島呢當然還是用牛島啦 畢竟是被動羈絆加減用一下 當作一個剃補的感覺 那再來是師父與弟子 這個呢會加月島的這個狼王屬性 所以呢我認為黑尾就會必抽了 基本上看到這一條詞綴呢 基本上黑尾就是必抽了 而且UR卡本身的能力太強太強了 那跟我想像中的一樣 他必須跟我們的孤爪炎模式 必須有一個上陣羈絆的 所以呢只能組這兩個一定要上場的接球陣 可是接球陣呢會被這個版本的強攻所康特 所以呢我認為呢黑尾 所以就算他會被線心版本給counter到 他也必須拿 因為UR的單卡能力就是擺在那裡 那來是可靠的前輩 那這個呢只會加自己而已 所以其他不會加 所以這個呢也就是加自身個人能力 那所以我覺得說這個角色呢 目前看下來 單卡的話我們來看看能力值吧 首先他給了一個快攻屬性 然後每次過往狼網都還會再增加5% 幹這個看起來就很可怕了 再來是快攻能力會有buff蓄力 這看起來更可怕了 狼網時還會再加18% 以perfect狼網時對方扣球死性施加激怒 這就等於是月倒贏的 哇減少10%啊 這很誇張啊 再來是另外一招 狼網技能來到了295 這非常離譜 而且受到debuff影響時 就是如果他先被你上到這個debuff之後呢 還會再增加藍王屬性的20% 這個是UR球員 所以UR球員你說該不該抽 我認為UR球員就是一定得抽 他沒有任何條件 即便是被目前的現金版本手康特 那搞不好可以單卡做使用 他不需要去做一定要跟孤爪炎魔做配合 他可以單卡就來頂替月倒的位置 因為他就是太強真的太強了 這遊戲的UR卡我覺得每一隻都做壞了 所以呢UR卡呢是一定得拿的 那這一次的活動呢改的其實沒有很多 基本上跟以前一模一樣 那比較特別是這個啦 每天要湊一下這個UR卡池 哪個UR鐵狼獲得之後呢會有這個 那我建議一律換這個長高高香蕉牛奶 因為這個是可以升級UR卡這是確定的 那長高高層升級SSR 不過我覺得這個遊戲到後期會走向整個都是UR的陣容 他會慢慢出整個隊形都是UR的陣容 而且這一次的抽卡又有搭配到這個了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活動 就是他可以搭配這個抽卡 然後可以換長高高牛奶 然後而且還有黑尾鐵狼的碎片75個 所以然後兩次 兩次的話25 就可以拿到一隻黑尾鐵狼了 所以我覺得這還不錯 然後最後還要送一隻這個長高高牛奶 這蠻佛心的 這個改動我覺得蠻佛心的 那這個地方呢大家不用講了 老活動了我就不多做贅述了 那接下來壽團的部分我們看有沒有改吧 這個一樣沒改 沒辦法看這個離線的時間 還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那這個社團商店呢 不知道為什麼被移架掉了 就是之前在商店這邊是看到社團商店的 那很多人都會問為什麼社團商店不見了 記得啊是要點進來看這個地方 那挑戰商店也一樣 很多人會忘記買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點進來之後呢商店 這個有改 那我個人目前都是全買 為什麼要這樣買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現在這個東西碎片 如果你買了 然後你有多出來的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會變成這個碎片 就可以買你喜歡的應援了 所以呢這個必買 如果你是有這個挑戰幣的話 有多出來的必買 啊經驗值的話不一定 經驗值的話該個人 我只是覺得經驗值目前有點缺而已 那來看一下這次的卡池新增了些什麼東西吧 來看卡池 那這個卡池呢是我來平時結任務用的 那來看另外一池 大地 那大地應該就是配合剛剛的羈絆啊 不過我覺得會抽這一池的人 不是盤子就是傻子啊 不過他新增了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在一般池中多出了這個 球員招募商店 你之前抽的招募超級猛 來看一下這次活動有多佛 這一次呢他直接返還了 如果你上次有去參與特殊招募 跟高級招募的玩家 他會直接可以在招募店裡面選擇 剛剛那些東西 而且他直接還給你的喔 這個超級猛 這個真的超級猛 然後還送給你十張這個 UR黑尾鐵郎卡 所以我覺得這JT更新呢 是非常佛心的 那在哪裡換呢 先看這個是什麼 超級樂幻卷 每日一包 然後看一下這些吧 基本上要抽就必須一定得買啦 因為他是特別的召喚卷有點尷尬 我以為他會跟那個 這個牛島一樣 那這個不用鑽石買 我來確定一下 喔沒辦法 這次好像不能用鑽石買 欸可以可以用鑽石買 那就還好 那他還是可以用鑽石買 還好我有存鑽石 你娘咧 那這個地方呢 來看看可以買什麼 SSR自選禮盒可以選誰 大地 東風 岩泉 目前看下來 只有黃金川最有價值 那其他沒有價值 原因是因為 二口監製用不到 那伊達工業陣呢 打不了白鳥責陣 所以伊達工業三隻也沒有選的必要 那利耶夫更沒有必要 接球被強攻康特 岩泉1之後要出新的角色 大家都看到有木兔了 所以岩泉1 pass 那能抽雷之後 有田中跟東風 可是田中東風呢 五野隊還是打不贏白鳥責 所以呢這個東西 我是百分之百不可能換的 所以這一池 能換的東西 就只會有一個 我一律推薦大家換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是我覺得一定要換的 這樣你可以去抽 限定的應援 我覺得這個東西必須換 所以我是先抽 先考慮這個 高級招募券 然後來這個 其他通通不考慮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超級重要 到時候你們就知道 如果出新應援的話 應援是後來提升戰力最重要的東西 然後我整體覺得 送的東西還不錯 而且他80抽 就會再送10張 那等於有15、17 送17張 然後還有新應援 然後120就可以送這個 那120的卡池跟剛剛一樣 那我認為這一池裡面 能選的也只有黃金川 那除非你東風跟田中高貢 然後你想要再多貢一下 可以選這兩隻 因為目前還沒有出 比較強的主攻手 所以這兩隻可以選 那如果你這兩隻 本身就是低貢名的 不要選了 就選元潔玉利吧 那這個算是很棒的卡池 那沒有黃金川的 請一律優先選黃金川 其他通通不要考慮了 放棄 150抽呢 會直接給你30張 哇這也是天殺的佛心 180抽還會給你香蕉牛奶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卡池 想請是怎麼抽的 那一樣 他獲得的機率呢 保底180必中嗎 來看一下喔 這是怎麼抽的 每天最多可以進行999999次招募 好了啦 我就不信給那麼多錢 招募失敗 沒進行14可以獲得一隻紫色的 如果玩家連續90次招募沒有招募到UR球員 從第91次開始招募 招募到UR球員的機率將隨機提高 所以大家抽這一次的話呢 如果你是比較小客組的 可以從90抽開始就單抽單抽抽 一直到抽到UR球員 那抽到UR球員的機率不高 那到第139次的時候還會再提高 而且到13.08% 139之後就很高 所以這是很佛心的設計 那UR球員是什麼意思 他只會有他嗎 還是還有其他隻 我只會有他 我以為會有那個牛島 嗯 是我想多了 來 繼續看下去 呃 抽完之後呢 我看一下喔 被紀錄保底次數 未招募到的SSR球員 被獨立 雖然是雙蛋黃卡池的意思 呃 未到未到 140抽 140抽必定中黑尾 哎呦 很佛欸 他是61抽開始 會增加機率 會增加機率 79抽會增加SSR到 10.4% 直到招募到一位SSR球員為止 60抽開始是SSR 那UR的話 140必抽黑尾 哦 那等於是140抽就必中了耶 整合的累積保底 在任意UR球員生效 重置為0 保底次數 當玩家抽到一位SSR球員之後 整合的玩家同為保底次數 當UR保底與SSR保底同時觸發時 先觸發UR保底 哦 很好耶 這個這一池的很香耶 我感覺黑尾很有料耶 這一池還蠻佛心的 而且我覺得最佛是這個商店 那商店我真的蠻推薦大家換這個 這個真的後期戰力提升 要贏別人就只能靠這個 相信我的句話 這個遊戲到後面呢 要靠應援跟潛力來拚了 其他的部分呢 沒什麼好講的 活動看起來沒什麼大更新 那限時禮包的部分呢 唉 有財力的全買吧 都很佛 說實在話 這個 這每一包都佛到爛掉 所以呢 有財力的限時禮包 基本上必買了 那再來這個的話 我就覺得不要了 PASS 因為他是高級招募券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PASS 除非啦 除非啦你要留高級招募券 你如果要留高級招募券 抽下一池的話 我認為可以留 可是目前為止 我看下來 SSR卡 搶的好像出的差不多了 那除非你覺得會復刻一些新角色吧 然後再來考慮這個 當然啊 要更多的財力啦 我個人不考慮 那這個白鳥無野陣 基本上我個人是打滿後就沒再打了 就是 全拿完之後就不打了 因為太浪費時間了 然後省時間 其他的話 好像沒什麼好講的咧 好像沒有什麼新的了 那目前為止 我的好友呢 又多了好多個位置 那如果還有在玩的呢 可以來加我好友 我來清個好友名單 那好友名單清完呢 大家來限時來加好友嘛 我就開啟我這個加好友的清單 就一起來加好友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改版速報 如果大家呢 還有發現什麼 我沒有發現的地方 歡迎來留言告訴大家呢 還有什麼有改到的地方 然後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喔 掰掰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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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下 你應該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